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紙上PK的單元 我們今天要PK的車款 哇 品牌光環對上銷售王者 是 我們今天要PK的呢 就是BMW G310R以及Kawasaki的Ninja400 對 那我覺得G310RR我最近剛改款發表 又說國際剛發表 但這款車大家其實也等了非常久 因為其實在G310R發表之後 那個印度的廠商 其實他們就有推出仿賽的版本 那大家也等了很久 終於等到這個貼標BMW的車款出現 那另外忍者400只是這個急劇中 不老王者不老妖精對不對 非常久沒有改款 完全就是配備上已經不太具有競爭力 好 那我們這紙上PK呢 就是拿這個數據來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那實際上每台車的騎乘感受 還有符不符合你個人的需求 還是要你實際去電頭 去做試乘跨過的時候才比較準 對 因為廠商的調教 可能有時候也會影響整台車騎起來的性格是很不一樣 對 沒有錯 好 那我們就回歸我們這次先看引擎的部分 首先呢在G310R這邊 它搭載的引擎是DOHC的水冷單缸引擎 最大馬力是33.5HP在9700轉的時候爆發 那最大扭力則是2.7公斤米在7700轉的時候爆發 排氣量則是312CC 那在忍者400這邊 它同樣使用DOHC水冷並列雙缸引擎 最大馬力有44.7HP在1萬轉的時候爆發 最大扭力則是3.9公斤米在8000轉的時候爆發 排氣量則是399CC 哇 所以在引擎動力數據方面 非常明顯 忍者400直接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對 因為首先它搭載了雙缸引擎 我覺得雙缸引擎在台灣還是會比較受到歡迎一些些 大家可能還是比較喜歡那種雙缸引擎 因為畢竟可能大家都是從單缸車款 像是從小速克打升級而上 來到這個400 300 400級距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雙缸引擎帶來的這種不一樣的感覺 奢華的感覺會比較強烈一些些 升級感比較強 對 就是比較不一樣 說真的我自己也會這麼覺得 我當初換忍衫的時候我自己會覺得 雙缸排氣管聲音不一樣 而且其實忍者400在同級距離裡面 它算是排氣量等於是 除了PSU CVR500R以外 它算是同級裡面排氣量最大的 對 所以它的馬力硬是比人家大了幾乎是11匹左右 它扭力也大概大了大概1公斤多一點 所以非常的驚人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我們剛才有提到的懸吊部分 以及煞車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G310R這邊 它搭載的前懸吊是41mm的導力式前插 後懸吊則是中置單槍 並且具備有預載可調的功能 那忍者400的前懸吊 使用41mm的正力式前插 後懸吊則是中置單槍 而且同樣具備有預載可調的功能 G310R前煞車的部分 只是採用300mm碟盤 配四活塞卡鉗 後煞車只是240mm碟盤 配單活塞卡鉗 那在忍者400這邊 前煞車是310mm碟盤 配上雙活塞卡鉗 後煞車只是220mm碟盤 配上雙活塞的卡鉗 我覺得這兩個配備 就差的有一點點明顯了 首先G310R這個級距中 採用導力式前插 那稍微剩餘忍者400一些線 不過我覺得我們也不難怪忍者400 因為忍者400已經是這個級距中 少數還在用正力式前插的車款 但也再次強調忍者400 是這個級距中 過了很久還沒有改款的車款 它從發表到現在 好像幾乎就沒有大改款過 它就直接就換換顏色 就換顏色而已 它到現在就基本上從發表 發表是什麼樣子 它現在就還是那個樣子 然後那個家族化頭燈最後就變成整個 就Kawasaki家族的樣子 整個家族都變成忍者400的形狀 是那它另外它在煞車部分 其實相比之下 也是比較沒有跟上目前的主流 因為現在主流像是RC390 他們其實都已經升級四火塞卡鉗了 那忍者400 到現在還是使用一個雙火塞卡鉗 沒關係啦 它可以改AK卡鉗 就直接搞定這一切 對不對 有AK卡鉗 你要這樣講 你要這樣講 這個其他車也可以改Drumble的卡鉗 對啊 沒有因為畢竟AK卡鉗 現在沒有你買Kawa的車台騎的車改光陽的卡鉗有沒有 感覺好像蠻剛好一堆 都是同一個售後的經銷在賣出 AK卡鉗真的很多人改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忍三R3那個車主社團裡面大概有 我覺得應該有個五六成 全部都是直接無腦升級就是AK卡鉗 確實 對那個卡鉗真的是CP值很高 手感我們前陣子有騎嘛 手感真的還不錯 那我覺得這個級距裡面 確實就是比較新的車 它就會在一些硬體優格上面 會稍微有一點點優勢 對因為在忍四剛推出那個時候 這個級距還是比較入門的選擇 可是現在這三四百這個級距其實玩樂的人 已經越來越多 可能會有些人拿來下賽道什麼 所以其實給配備會越來越多 Ben就是用這個車在下賽道 對而且台灣你看三四百R3跟忍四 真的玩賽道的人非常多 接下來也來看一下車架 軸距以及車重還有座高的部分 G310R它車架使用鋼管車架 軸距是1365mm 車重是174公斤 座高是767mm 忍者400同樣使用鋼管眼架式的車架 軸距是1370mm 車重是168公斤 座高則是785mm 所以兩台車其實在座高的部分 就落差還稍微大了一些些 而且G310R它是單缸車款 雖然我們目前沒有實際體驗到 但我猜它的座位可能會再瘦窄一點 所以你雙腳的貼力性會更好 大面它只有767mm的座高 我想這應該是一台很輕巧很好上手的車款 至於忍視的785mm 其實忍視我自己也騎過很多次了 對我來說並不會感覺到太高 而且其實操縱起來忍視也蠻輕盈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入手這兩台車的時候 座高應該是不要太擔心 是嗎 你這180公分的講話沒有什麼高興力 忍視應該有很多車主 就是你有騎 你現在騎忍視 然後你身高可能多少 跟大家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可是我有個印象 我覺得蠻常在路上看到 有些女生騎忍視 他們好像也是騎的蠻順手 這種車其實說成都蠻輕的 所以座高跟這個車重 應該是你不用太擔心的點 是那我覺得另外兩台車 其實在車重方面也有一些差異 對 G310RR它其實我覺得最大的重量差別 可能就是在車架部分 因為它的車架看起來 就我之前看過我堂哥的這個 G310GS 就是應該是雙身同一個車架 類似的車架 那我覺得它就是在後面 尤其是後臂鎮這一塊 很多在這個級距 可能會做一些比較輕量化的設計 但它沒有它那整個車架 感覺就是比較厚實 G310RR這個車重真的有點不合理 174公斤 這不是2022年全新出的車款 其實174公斤也沒有真的重到哪裡去 你是對比同級距的R3來說的話 R3其實是170公斤 那我覺得可能真的是其他車現在 尤其是月薪出的像RC390 它的重量已經壓到160以內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月薪出的車 它在重量還有一些這種配備上面的 管控真的是會越來越好 接下來也來看一下電控配備 以及售價的方面 那首先是電控系統 在G310RR這邊它搭載有電子油門 四種的騎乘模式 ABS還有動力模式可調 那配備它則是配有 滑動輔助式的離合器 以及全載的TFT 那另外在忍視這邊它就沒有任何的電控系統 只有ABS而已 那配備則是有滑動式的離合器 那儀表則是採用一個指針配上這種高反差單色儀器 對我覺得在配備的部分 就可以看出忍者400真的是這個級距的不老妖精 對不對 因為忍者400剛推出的時候說真的 這個級距好像也沒有流行什麼全彩TFT儀表 也沒有在搞什麼圈圈卡住 你說人家不老妖精就有點太過分了 怎麼了 因為日系車他們就是在同一個級距裡面 他們的配備都差不多 你想R3也沒有這些東西 然後CBR500也沒這些東西 是沒錯 就是是這些其他歐系車廠給的太多了 突飛猛進 對歐系車真的給的太多了 還是有差 雖然BMW這台是從印度代工的 但它血統上面還是歐系車 另外我覺得這是它的儀表設計非常的特別 它這個全彩TFT儀表竟然是像一個手機一樣 實力式的 立在它的三角台上面 這也不是BMW設計啊 這是TVS的 APACH的原本的就是長這樣 對我覺得你講到關鍵了 就是我們介紹了這麼久 G310R我們剛剛從頭到尾講了那麼多 其實它就是一台TVS的APACH RR 對它其實就只是換了外觀而已 對就是幾年前推出的 它連外觀其實也都沒怎麼改 因為其實那時候如果大家有去看前面聊車的話 我們有講過 它那個外觀只有兩個地方 我記得只有兩個地方 風景跟散熱孔 風景跟下面以前的散熱孔 而且它那個散熱孔 還是把那個角度稍微切的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這樣子 所以兩台車真的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 那我覺得這次BMW推出G310R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就在於它的時間點 你說它太晚出了嗎 因為它竟然只是一台改標車 你知道改標車 它就只是把那個TVS的LOGO全部拔掉 然後換BMW的LOGO上去 然後全車的彩貼貼上那個 藍白紅三色的那種BMW形狀 其實沒有我大概可以猜到 沒有我大概可以猜到為什麼他們現在才推出 因為你要讓利給這個TVS去賺 有可能 你總不能跟人家合作 然後還要把人家市場全部搶走 你這樣就有點沒道義了 這樣誰要跟你來合作 可是也還好 因為畢竟貼了BMW LOGO 車應該可以再賣個貴個五萬十萬 應該是不過分 可是問題是這樣就變成TVS只賺代工錢 對不對 是沒錯 還是有差你不要這麼貪心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才推出很大一份原因 就是因為可能TVS那邊的已經賺夠了 可能是簽約的部分 對他的產線可能已經成本賺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才推出 也算合情合理 可是他們這一次的推出 我覺得讓人家小失望點是 你都已經過了那麼久了 但你的改款或者是你的配備上面的升級 好像沒有這麼全面 至少你可以升級個什麼引擎排行長 躺大一點或怎麼樣 我覺得可能會讓人家觀感回來更 就像你剛剛講的啊 人家就是要賺錢好不好 成本就是要壓低 你沒有錢在那邊 對可是問題是他產線 他產線假設已經回本了 那你還是可以稍微做一點小小事 這樣才能賺更多 你就酸民了 台灣人最喜歡酸什麼 那個車都沒有改 就是換換貼紙就賺錢了喔 對啊的確是這樣 可是他有沒有講 他貼紙是正確的 因為他直接貼了BMW在上面 說真的 我們過往其實BMW 就是有一些神奇的事情發生 像我們之前試那個F900R的時候 路邊的人看到就 欸這個一台要不要100萬 欸沒有其實我車才47萬50萬 嘿嘿開心 那最後啊這印度車應該蠻便宜的吧 嗯是他們在印度開速的價格 換成台幣大概是10.6萬 那我覺得這個價格當然是不可能 既然台灣是賣這個價錢嘛 所以我們就拿之前賣的 G310R街車版的價格 來做一個稍微的參考 那G310R根據我在網路上查到的價格 大概是26.9萬 所以就是官方當初的定價是26.9萬 那忍者400呢只是賣28.8萬 所以我覺得G310R引進之後 應該也會跟忍者400可能差不多 甚至可能可以再稍微貴一點 可能賣個30萬左右 我覺得他應該會再貴一些些 因為我個人覺得他這次換上G310R 他有那個跑車化的外觀 然後另外他貼上那個B&W 招牌的塗裝跟Logo之後 我必須講 我覺得整台車說真的看起來蠻帥的 他不會給我一種印度車的感覺 就看起來就是一個 喔這就是B&W 他整個塗裝設計的都蠻到位 看起來蠻帥的 蠻符合我這種愛慕虛容人 個性需要的選擇 我幫你得1100萬一定要換這個啊 怎麼可能我1100是股票 我買這個會跌價 對也是股票啊 這個B&W欸 這會跌價好不好 不會B&W不會跌價好不好 B&W欸 你看那個M3 M4 那是M3 M3 這個入門車 這個可以啦 這也可以啦 這個就是118i 這怎麼可能會漲價啦 你告訴我 可以啊現在缺車缺那麼多 你知道你再缺個兩三年 這車再漲個5萬 你不要鬧了 好那最後 欸如果是你忍400跟G310R 你會怎麼選 我都不想起這些車 不行 我買CV350 強制你選一個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破壞遊戲關係 我如果人在印度我就買CV350 反正價格差不多 你選一個 我就不喜歡這種仿賽的感覺 就是街跑車啊 仿賽的感覺 我覺得騎的都很痛苦 了解 對如果真的硬要選的話 可能CV350 就破壞遊戲規則翻死了 我會選選400 就是剛剛我前面我講 我喜歡有雙鋼的感覺 就我要升級的感覺 可能真的如果要 以其他感受來說 應該就是真的就是選了400 沒有什麼好評的 對我覺得這樣 大家會看出來我們對G310R 充滿了就是沒興趣跟 沒有就是我前面講的嘛 他如果今天已經推出 就你都已經隔這麼久了 然後你有哪一個舊的東西出來騙 我懂 就是我會覺得幹你是 失望 你是當我是青梅 你是當我是瞎的是不是 對的確 我看不出來這車是Apach 310R改的 而且阿pach上市前還做了很多宣傳活 對阿對阿 重點是如果我都要買 我都要花那麼多錢買 為什麼不買便宜的版本 我買Apach 310R就好了 對 就一樣的東西嘛 他也沒改他什麼東西都沒有改 我們買便宜的不就好了 沒錯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蠻值得考慮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 2022年全新推出的B&W G310R 還有萬年不死老妖精 Kawasaki忍者400所帶來的介紹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